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虚零六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主题呢 那就是建立建层网格这功能哦 它除了可以将色块套上建层网格以外呢 它也可以将点阵图 就像是你拍的一些漂亮的JPG照片 变成模糊的建层网格 让你方便制作成当成设计海报的背景等等哦 那如果对着主题有兴趣的话 那就马上看下去吧 看之前呢 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首先呢 我们回到画面 左边跟中间这两张图呢 分别是由右边这一张照片而变成的模糊效果 像有时候我们在设计海报 我们想要将自己拍摄的一些图档照片 当做是海报的背景图 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模糊效果 通常呢 我们置入点阵图后 然后选择效果 模糊 高丝模糊 在这里呢 我们会更改它的数值 来达到你想要的模糊效果 可是像这样的模糊效果呢 它有问题哦 我先按下确定 今天这张点阵图它变成模糊以后 它是没有办法再修改上面这些模糊的漸层颜色 那我先还原 那我是如何将这张点阵图 变成像左边这张 有网格效果的呢 那其实你只要一个步骤非常的简单哦 点选你要变成漸层网格的图片 将滑鼠移到上方 选择物件 在这里下面有个选项 当你点下去这个 建立件层网格这个选项以后 它会出现这个小视窗 你原本的点阵图 上面会出现很多网格线 那网格线的数量呢 横栏跟直栏都是可以调整的 它内建是4 那记得浴室的地方要打勾哦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话 你可以调整它的数量 那记得这边调整完以后 你等一下按下确定是不能更改的哦 所以呢你一定要确定好你的数量 再按下确定 那这里外观的部分呢 同学可以根据你们想要的感觉 去点选 那假设我要这个样子 那我按下确定 原本张点阵图 它已经变成有网格线了 它已经不是一张点阵图片了哦 甚至呢我使用白色箭头 去点选 它已经变成一个向量的物件了 用白色箭头点选线跟线中间交叉处 它出现节点以后 你就可以更改它的颜色 那你确定没问题后按下旁边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你就可以快速的建立一个模糊的漸层背景 同学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配色的点阵图档 然后在这里使用这功能哦 原本你绘制的物件呢就是向量的物件 我这里呢使用星星工具 那这里呢星星我先复制一个 在完全素色的物件上面呢 一样可以使用漸层网格的效果 各位同学可以先选择物件的底色 那我这边呢是使用单一颜色黄色 那我个人是不推荐你使用漸层色哦 那我先假设右边这个星星 我套上漸层 好 那我们一样使用黑色箭头 点选物件 然后选择物件 建立建层网格 点下去以后呢 他出现了网格 中心点这里他有自动帮你反白 有点立体的效果在 那数值的部分呢同学可以做修改 那我按下确定 那一样使用白色箭头 点选节点 你就可以修改他的颜色 假设这是你要效果以后呢 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这样呢就可以简单制作出非常柔和的漸层效果 那我们回到右边这个星星 如果原本的物件我已经套入了漸层色 那我一样使用黑色箭头 点选物件 然后选择上方的物件 建立漸层网格 点下去以后 同学可以看到 我原本粉色的漸层呢 它已经变成黑色了 原本套的粉色漸层已经不见 你要修改颜色呢 那就必须慢慢的一个个节点 去点选然后重新做修改 所以呢在这里我会建议各位同学 如果要使用漸层网格的时候 你可以先填入单一色系的颜色 当主色 而不是直接先填入漸层色哦 那其实工具列旁边这里 有网格这个效果 那工具列网格这个效果呢 你只要在你物件上方 看你哪里想要变成网格 你就点选一下 它就会出现网格线 不过如果你想要快速的 建立整齐的网格的话 各位同学们可以试试看 物件底下的 建立漸层网格这功能哦 好喽 那以上的分享就到这里喽 那请务必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喜不喜欢今天的分享呢 如果喜欢影片 分享出去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哦 拜拜 拜拜 什么主题呢 那就是关于色彩学的部分哦 如果你觉得你在颜色配置上 就是有一些困扰的话 总觉得画面的颜色 不管是在设计还是绘图 那就是如果你正在学习PS 或者是AI 你知道涂层的重要性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涂层有多重要啦 画起来会特别的顺手 而且它在绘图板 有模拟指张摩擦的系数 所以在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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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面还是要在画的时候 在画的时候 所以在画的时候 就要画如果画得很重要 是在画的时候 在画中也要画的这个地方 所以在画的时候